台北当代艺术博览会 在明年的1月将在南港展览馆登场 集结了国内外顶尖的90间艺廊 都是经过了严格评选的作品 台湾也有20家艺廊画廊入选 那么策展人员表示 这是看重台湾的特有文化跟艺术的氛围 珍贵的展品要让喜爱艺术的朋友 不用出国也看得到 满满艺术展品这是今年3月 香港的巴塞尔艺术博览会 经过公开严格评选 90家来自全世界的画廊齐聚一堂 创作题材相当多元 吸引众多艺术爱好者到场 盛大场面明年1月即将在台北登场 台北当代艺术博览会首次开展 旧学的南港展览馆 台湾也有包含成品画廊 双方一廊 雅籍画廊和梗画廊等20家画廊入选 台北是一个很棒的城市 它有很建立的文化的背景 有很高的文化 有很高的摄影师 有很高的艺术 我们今年今年有了160发展 约90艺术博览会 我们有最好的艺术 在表现最好的艺术 一样的东西 强调要做出和香港不一样的城市个性 到时除了有现场导览 艺术沙龙也让民众有机会把展品带回家 同时还将举行对谈讲座 首次在台湾登场的当代艺术博览会 势必会在艺术圈掀起风潮 既走出辈子徐一环林志传报导